刚刚呢 影后张子怡已经接受完访问了 而现在影帝李康生也现身了 马上来看看这一现场 把时间交给宜萱 好 我们立刻带大家来掌握 目前金马奖颁奖典礼最新的状况 现在通过画面呢 您看到的是 这一届金马50的影帝跟影后 影后刚刚提到是张子怡夺得 而在影帝的部分呢 则是李康生 我们现在看到 现在正在接受媒体的拍照 事实上呢 在这一次刚刚新出炉的影帝 李康生呢 其实在19年前呢 曾经就入围过 不过呢 当时呢 并没有呢 夺得影帝 而在19年后呢 在这一回终于夺下了影帝 而在这一回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交友片中呢 表现得相当出色 因为呢 蔡明亮这部电影呢 还是以轻缓慢为主题 所以他这一次呢 一上台的时候 刚刚是举了奖杯 高喊说 这不是电视坏调 而是蔡岛拍片的风格 结果呢 他说这一部片子 比他想象中 比登天还要来得难 在过程当中呢 他hold不住情绪 不停地战斗 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激动 而在后台呢 现在接受拍照的时候 也看得出来他眼眶泛红 可以看出他内心的喜悦 以及百感交集 因为呢 在刚刚领奖的那一刹挪呢 台下的导演蔡明亮 也是感动到落下了男儿泪 好 我们现在呢 透过最新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李康生呢 在这一次夺得这个金马的影帝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在这一回 他是击败了非常多的 资深的一些演员 包括了王宇 梁朝伟 梁家辉 张家辉 事实上呢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19年前 刚刚提到 他入围最佳男主角的时候 当时当界的最佳影帝呢 就是由梁朝伟夺得 而在这一次 他可以说 重新打败了梁朝伟 夺下了最佳影帝 这样的殊荣 不过呢 在拍摄这部片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 受到很多很多辛苦的部分 因为呢 蔡导要求相当的高 不过他跟蔡明亮导演两个人呢 其实合作默契 相当的 非常的好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画面 蔡明亮导演 现在已经上台 两个人一起来拍照 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两个默契 也是相当的佳 因为他们两个人合作呢 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了 好 就是目前呢 我们在现场呢 掌握最近情况 把时间交给棚内 好 我们看到 现在在画面上的是 这次郊游呢 获得了最佳导演 以及最佳男主角 两项大奖 看得出来 李康生跟蔡明亮 两个人彼此心心相惜 非常感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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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